家里有小朋友的一定要把今天的视频看完 因为我今天做的小朋友们爱吃的番茄八鲨鱼 主料就是两块八鲨鱼 配料就是四个西红柿和一斤金针菇 我们先将八鲨鱼改刀切片 从中间的纹路将鱼块一分为二 因为八鲨鱼的鱼肉过于细嫩 所以我们要把它片的厚一点的块 要片成这样的厚片 小葱切断之前咱们先拍一拍 因为要用它来腌制鱼片 再切一点生姜 鱼片腌制的时候我们先放点盐 一点糖 少来一点点鸡精 对一点料酒 再来一点湿淀粉 搅拌均匀 大约腌制20分钟 金针菇切掉根部 用手大致掰开 放在清水里清洗干净 西红柿西红柿去掉肚脂 大致切一下 马上放到榨汁里面 把它打成西红柿泥 直接放进搅拌机 不需要加水 不需要加水 接着把生姜 放进去煸炒一下 炒出生姜的香味 生姜的香味出来以后 就把我们打好的西红柿汁 倒进锅里 熬成西红柿的酱汁 其实这个方法也可以做成西红柿的火锅汤底 熬到西红柿的汤变了颜色 变成深红色 这个时候证明西红柿熟了 接着咱们就可以兑水了 兑水的话 冷水热水都行 兑水以后将它烧开 锅开以后开始调味 一勺盐 一勺鸡精 不喜欢鸡精的朋友 可不可以不放 再来一点糖 就这三样调料 然后金针菇下锅 不要看它多 金针菇一炖 马上它的这个体积就小压去了 这个时候先不要着急放鱼片 让金针菇在里面炖个大概三分钟 好 现在我们就把鱼片一片一片的放下去 轻轻的推动 放一根葱下去 大鲨鱼你别跟它嫩 但是还是要煮一会儿 大概最少要煮个两分钟 煮个两分钟以后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上菜 直接用锅倒 这样方便 最后来一点葱蛋 点缀 这样一份番茄八炸鱼 就制作完成了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和关注 我会继续努力 分享自己的美食经验 咱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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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